嗨,大家好,我是阿Q 然後今天終於來更新這個視頻 因為新西蘭最近在處於一個封城的一個時間 然後正好給阿Q一些時間去處理過去 這半年來發生的一些事情 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人生的轉折點 包括從我事業的角度 或者說從我自己本身的一個identity來講 都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轉變 然後在上一次的視頻裡面 然後我有看到很多朋友留言 可能已經有很多人可能好久沒有來聽阿Q的視頻了 然後突然想到要來聽 或者說然後留言你們的故事 然後我會覺得說這個是可能我一直堅持下去 這個頻道的一個動力吧 因為其實在尤其是在這一段時間的一個非常 怎麼說有點類似於加速化的一個 一個靈性成長的過程當中 我有更多的理解在靈魂層面 所以我會覺得說其實這樣的一個集體裡面 它可能 怎麼說 它其實是有一種 集體的 一個 一個 怎麼說 集體意識的 然後 我很慶幸我能夠作為一個 傳達者 不管是傳達 更高層面的一些信息給 在 也許是 它偶然說了某一句話 提醒到你 也許在某一個成長的過程當中 最需要的那些信息 所以我會覺得說 在我們很多時候沒有辦法解釋很多事情 但有些事情就真的 它不僅僅是巧合 所以我很感謝來這個頻道聽阿Q視頻的人 尤其是那些一直以來支持阿Q頻道的人 然後在接下來的一些時間裡面 我有更強大的一個感覺說 這個頻道我會要一直繼續下去 然後我會希望說 我自己也在進行一些培訓的過程當中 我希望在這一段過程當中 我能夠給大家提供到的療癒 不僅僅只是塔羅 神域卡 還有其他各種方面的一些 一些我覺得真的在我的成長當中 很有幫助的東西 也許它不一定對你管用 但我至少說 OK 從阿Q這裡有一個渠道 能夠幫你了解說 也許還有更多的可能性 能夠讓我們在這個地球上的經驗裡面 靈魂的成長有更深一步的一個演變的程度 然後我最近就是真的是 包括我最近跟我媽聊天 我會覺得說 我現在講 不太會講中文 對所以 我記得之前有很多朋友會留言說 OK 阿Q英文太爛 然後阿Q能不能多講 就是就是中文講到一點 然後因為我想說 我在這邊就是一個完全全英文的環境 然後我也沒有很多的華人的朋友 所以其實我講中文的機會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理解說 我可能有的時候在表達的時候 可能會有加撒著一些英文 或者說有的時候中文可能已經沒有那麼的順暢了 對所以這個是我想要跟大家講的事情 然後今天的一個 一個Rating是星月信息 然後這個是 呃當下 怎麼說 宇宙給你的信息 然後也是一些星月的能量 以及想要處理的一些東西 然後今天的視頻的方式 我可能會用不同的方式 首先因為最近我發現到這樣的一組牌組 然後這個是 這個神韻卡是我在我現在的這個地方偶然發現的 然後發現它非常非常神奇 然後它裡面的那個牌證 是我會覺得說是一種非常全面的方式去 呃去剖析問題的 所以我今天想要就是嘗試著這一個 這副牌組 然後它單獨的信息 來做掌整個的一個 當下宇宙給你信息的這個這個視頻 對然後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要 當然這個不是一個推廣的視頻 因為這個真的只是一個 我偶然發現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牌組 然後它 它的一個 嗯 一個 它的一個作者好像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 一個channeler 然後一個medium 所以它其實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零性信息 在整個的一個信息裡面 如果大家就是聽阿Q頻道的人 你自己也喜歡玩塔羅 或者說玩神運卡的話 我會覺得說 這是一組非常非常好的牌組 你可以去去收入的 對 然後 呃 然後這個是這個牌組 然後今天的牌證的形式大概會 我等一下會講 而且我今天 呃 不會用現場抽牌的形式 因為 呃 我最近在 就是在沉澱自己跟 呃 跟宇宙相連的能力 然後所以 今天我是停下來 然後用冥想的方式 然後把牌證擺出來之後 然後自己通過跟自己的指導鈴相連 然後 它有一些信息想要傳達給 呃 當下現在的你 呃 需要聽到的信息 所以這個我可以給大家先 大概看一下 就是 就是今天的各個牌組 是大概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是我的一個channel的一個信息 然後是 各個的牌證 呃 就是每一個位置 有它具體的意思 等一下我會詳細的去講 然後等一下我可能會 我接下來會在 呃 我的視頻裡面 呃 的評論裡面可能會把這個 照片拍給大家 如果大家需要看到這個channel的一個 每個message的話 然後等一下我會詳細的去講到 具體想要傳達的信息給今天的所有的你們 然後這個是我第一次以這樣的一個channel的方式 然後完全以直覺性感知排抑的方式非常非常淺 就是一種冥想的方式去傳達這些當下現在宇宙想要傳達給你的信息 然後希望這些信息能夠給到你真的一個一個非常有用的一個幫助 然後另外今天是選擇呃 呃 選卡閱讀還是一樣 只是今天大家看到這個 呃 呃 Crystal是有點different 因為最近這邊是封城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 呃 跟我在這邊的一個小夥伴學習了去做這個basket 這個CrystalBasket 然後大家可以呃 在這裡暫停 然後選擇呃 你想要呃 選擇的牌組 然後這個是第一組 這一塊紫色 其實是有點 我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 其實是有點紫色 然後它有一個 Ice Cat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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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 然後第二組是這一塊綠色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石頭 然後第三組是這個 有點類似一個weapon那樣的obsidian ok 然後大家可以在這邊暫停 然後去呃 選擇可能自己 更有感知力的一個信息 然後另外一個一件事情是就是 還是在呃 開始之前提醒所有來聽RQ 視頻的人 就是 所有的神譽卡 或是台羅牌的一個信息 今天的這一組牌組 我極力的推薦大家說 在我展示整個牌面之後 然後 以及這個牌證的一個方式之後 我希望大家可以有自己的一個解讀 就是 我可能呃 展示一種方式說 怎麼樣去呃 呃 跟這些神譽卡 神譽卡 怎麼樣跟塔羅牌 這些東西 這些工具去相連 去找到 去連接你自己內在的一個答案 所以我會希望說 OK 大家可以把這 按照這個牌證的一個方式 當你看到整個圖像的時候 你自己的感知 以及你自己的內在的一個一個解讀的方式 我希望大家可以把這個留言在下面 因為其實我到現在發現其實我每個人都是有一個channeling的能力的 然後不是誰更比誰更強 這個都需要練習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非常非常鼓勵大家 在這個評論下面去呃 評論你自己的一個一個排譯 可能你比如說你選擇的第一組 然後可能你會覺得說可能這些信息不完全是符合你的 因為畢竟這只是一個集合能量的閱讀 但是你可以通過在這個視頻下面暫停 然後去練習你自己的一個一個一個排組的一個一個解讀 我會覺得說這個是一個community的一個東西 所以其實我之後接下來的一些視頻 我會更鼓勵大家說自己手裡有terodeck或者說神譽卡 然後你可以通過不斷的練習 然後你能夠找到跟你自己的inner answer去相連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是更重要的 有點類似於說受人以餘不如受之以餘 所以呃我希望說這個是一個 呃能夠鼓勵大家去練習的一個一個視頻 然後另外說阿Q的個人占卜已經開始呃 我會逐漸的開始恢復起來 然後我現在在做自己的一個一個網站的東西 在調整一些東西 然後我是希望說真的通過這個頻道去真的幫助到需要幫助的一些人 然後包括後面可能也會推出reiki healing 然後另外的一些可能跟塔羅相關的一些呃不說是教程吧 我會覺得說只是分享 然後如何去跟自己的高我相連 跟自己的一個指導靈相連的一些一些經驗的分享 然後這個是希望大家能夠呃一直來就是支持阿Q的人 然後我會覺得說這個是我非常非常感激和感恩的一些事情 就是是你們的支持讓我一直堅持走到這裡 即便是在經歷很多起起伏伏的時候 然後我最近在就今天在做冥想的時候 有一件事情有一個有一句話出生在我的腦海裡面是在講說 accept the normality but believe you can achieve greater things 有點類似的接受你的頻繁 但是要相信你可以成就更偉大的事情 然後我在想說這個更偉大的事情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會覺得說其實是一種當你在療癒自己的過程的時候 你其實也在散發給別人療癒的一個能量 當然前提是你有足夠的勇氣去坦承地站在鏡頭面前去分享這個經歷 然後讓讓其實就是其實所有的分離的過程都不是一個現實存在的存在的一個狀態 當我們從靈魂層面去去思考某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來到地球的經驗只是為了完成某一些課程 對這個課程可能非常非常的難 但是它不代表說 OK 你沒有辦法度過 我們總會想辦法去度過 這好像起起伏伏 有起就會有福 沒有人 沒有人的人生可能會一直平順地走下去 但如果當我們用另外一種眼光去看待說 比如說有人對待你 不公平地對待你 比如說有人 傷害了你 那這個背後的課程到底是什麼 你需要克服的東西是什麼 如果你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想 不再去只關注於那個傷害的過程 那個痛苦的過程 而是在這件事情發生背後的含義的時候 它其實給了你一個更廣闊的角度 不管大家是不是相信靈魂存在這件事情 或者說大家是不是相信宇宙信息這件事情 天使這些事情 我會覺得說它都是給了你一個更好的一個角度去看待 看待死亡也好 看待你生命當中所有的經歷也好 當然作為人類 就好像我剛剛講說 accept your normality 就是你的平凡 你作為人類的平凡程度 你的 這個是你需要接受的事情 作為一個人 有的時候我們去平探自己有這樣的情緒 我們想要做 想要完美 但我們只是人類啊 我們沒有super power 但我們可以去不斷的練習 去讓自己接受信息的能力 這個信息 我不是指說 OK我們現在在網上看到的信息 而是指 你真正的 比如說高我也好 或者說你的指導靈也好 這些天使給你的信息 或者說宇宙給你的信息 當你自己能夠更打開的時候 那些接受信息的能力更強的時候 你其實整個看待事情的角度 就不一樣了 然後很多我們可能過去一直沒有辦法好的傷口 能夠在這個過程當中慢慢得到療癒 然後你自己曾經附著於某些事情上的一些東西 也能夠慢慢的釋然和釋懷了 OK然後這個是我 一如既往的很長的一個前言 然後如果大家不想聽的話 我知道有很多人不想聽 然後我今天這個 蘿蔔巴塑的這個前言已經講完了 然後我們直接進入到今天的一個 新月的一個主題 當下宇宙給你的信息 OK然後接下來是選擇 第一組的 當下宇宙給你的信息 一個新月的能量的一個傳達 然後大家先看一下 我一會會把這個傳到 就是評論下面 然後大家可以看清楚 這個是一個在我做冥想的過程 抽完牌組之後 就是channel的一些信息 就是我的指導靈給我 當下給這個第一 選擇第一組的人 排組的一些信息 然後另外我今天 我今天之所以這樣擺牌 這其實對我來講是不太好去看的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夠更清楚的看到整個牌面 然後當你在 我在解釋完每一個牌組的意思的時候 你能夠有自己一個解讀 然後我也希望你 如果你願意的話 可以分享在這個評論下面 因為我現在是真的希望 在這個頻道裡面的 這個community裡面的 的觀眾 能夠開始真真正正的練習說 我能夠跟自己的內在的指導靈也好 或者說高我也好相連 你能夠以 就是有一種更真實的一個指導 不是說更真實吧 就是更 因為其實 就好 比如說為什麼說 跟自己的內在的答案相連會很重要 是因為說 那個是你的一部分 然後它是最了解你 然後也是最可靠的一個答案 所以我是希望說這樣的一個練習的方式 大家能夠 在我解讀這個牌役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在這邊暫停下來 然後去有你自己的一個解讀 OK 然後首先第一張牌 我想講一下從這邊是順序 這邊是第一張牌 然後這邊是第二張 這第三張 第四張 第五張第六張 然後這個是一個順序 然後今天的牌陣的位置的意思是 這個牌陣第一張牌是過去的能量 然後第二張牌是你現在的位置 然後第三張牌是 你的一個resistance 就是你的一個 你內在抵抗的一些東西 然後第四張是講的 Unexpected help 也就是想說可能你沒有期待過的一些 一些耳外的一些幫助 然後第四 第五張 第五張牌講的是你的action 就是你的行動 然後最後一張牌講的是可能的一個 一個目的地 或者說一個結果 然後這個是這個第一組的牌 大家可以 如果你想要鍛鍊說OK 我不想要聽你的講解 你可以在這邊暫停看到牌組上的意思 然後甚至放大也好 然後去做你自己的一個rewriting 也許可能你只是看到整個牌面的一個圖像 然後去channel信息也好 我會覺得這個都OK 這個只是一個練習 沒有絕對的對與錯 OK 然後首先第一張牌 第一張牌是關於你過去的一個能量 然後選擇第一組的人是一個protecting treasure 然後在張牌其實它是一個reverse 因為在這副牌組裡面它是有一個逆位的一個狀態的 所以它是讀逆位信息的 然後在張牌裡面 我的channel的一次信息是 someone holding your back self value cannot let go frustration sadness couldn't get get what she wanted OK 所以其實在這個裡面 第一張牌裡面我會發現的 這個信息是可能在選擇第一組的人裡面 在過去有一些事情的發生 也許是過去大半年也好 可能也也許只是說過去近兩個月也好 有一些事情的發生 導致你導致於你對自己自我價值的一個懷疑 然後有些事情 而且我甚至我會覺得說這個可能是 甚至有的時候不是說你不願意放手 而是有一些人在背後不肯放你走 然後另外一些情況是關於自我價值的一個缺失的一個狀態 可能你在一段關係裡面 或者說一個 不管是 怎麼說 親密的關係也好 或者說是跟朋友 或者說家人的 甚至是可能 或者說是有一種power struggle的狀態在裡面 導致於說你在這個過程當中逐漸的失去了自己 或者說開始懷疑自己的一個價值 然後 有一點導致於說 OK 其實你明明很多事情你知道說 OK我想要往前走了 或者說我應該要去做一些改變了 或者說我應該要去 就是擺脫這樣的一個情況了 但是在這個裡面是 再提醒你一點是 可能現在你可以看到第二張牌它也是一個逆味的一個狀態 它是 Stark in the mud 然後你看到這個大象它 被 困在這個泥澡裡面 它沒有辦法脫身 因為太過沉重 然後所以其實在這兩張牌裡面 其實這張牌其實有解釋 現在你現在處於的位置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說 在可能你如果想要繼續 moving forward 不管過去這件事情發生是講的 跟一段relationship也好 就是關係也好 就是男女朋友關係也好 或者說是一個 跟家庭 原生家庭 或者說在職場上的一些power struggle也好 這個事情影響到了你的自我價值感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為什麼當下卡在這個位置 你沒有辦法往前進 是因為你需要開始慢慢的把 丟失的那一部分你自己去找回來 這樣你才能夠讓這個大象 從那個泥澡當中去跳出來 然後當第二張牌 這邊我channel到的一些信息是 burden not your responsibility find some help cleansing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我在這個裡面感受到一些信息 然後其中有一個信息 我覺得很有意思 是not your responsibility 然後這個其實我會覺得說 就可能在過去的這個過程當中 你承擔了很多的一個責任 但是在你承擔了各種責任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其實你並沒有得到等價的回報 然後這會導致說 你會覺得說 可能這個是你一直做的不夠好 然後你開始承擔更多的責任 做更多 然後奉獻更多 導致說那個 那個你肩上的負擔越來越沉重 以至於說 你直到有一天你沒有辦法承受的時候 然後你終於發現說 OK 我現在身上的東西太重了 導致說我沒有辦法 真的去從那個泥澡裡面出來 想像一下 如果說在這個泥澡裡面 它是一個非常輕盈的東西 它其實是很容易跳出來的 但在這個裡面 它其實變成一個說 OK 因為我身上有太多的負擔 太多的負擔 然後甚至於說 我一直不斷的再去 向別人證明說 我是有足夠價值的 然後 導致說 OK你發現說 我身現在這個裡面 沒有辦法自拔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提醒說 其實你不需要去向別人去證明什麼 如果在這個自我價值感 你能夠向你自己證明說 OK I'm good enough 然後那其實 你是不需要去保護這個treasure的 你可以看到這個女孩 我給大家看到 看一下這個圖像 它是一個 一個女孩在這邊 一個傘下面 就是非常怎麼說 Desperate 去保護她的那些 守護著她的寶藏 但其實 如果說 這個自我價值 它是在你自己的心裡面的話 它其實 怎麼說 Sorry 應該是這樣的一個位置 逆位 對 我現在有點混亂 到底怎樣才是逆位 Sorry OK Anyway 這兩張牌在我抽牌的時候 是一個 是一個 覺得是一個逆位的一個 一個狀態 對 然後 所以在這張牌裡面 在講說 OK 如果當你一直想要去 向別人證明你自己的時候 往往它是丟掉你自己的時候 如果你想要從這個泥澡裡面跳出來 你需要 把那個丟失的自己找回來 然後 你需要理解的事情是 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證明你的價值 你需要自己能夠接受你自己的不完美 並且認可你自己的價值 這個是唯一的方式 能夠讓你從這個泥澡當中走出來 當然 另外一個 一個點在這邊也有講到說 Let someone help you 所以我會覺得說 在這個裡面是 你可能在當下這個過程當中 你是需要去尋找一些幫助了 然後第三張牌 這張牌講的是 resistance 然後這張牌其實也是逆偽的一個狀態 因為我現在不知道這個 呃 視頻的角度到底是不是逆偽的狀態 但這張牌是一個逆偽的狀態 然後我這邊channel的一個信息是在講說 the hot palace has been broken by someone the hot palace has been broken by someone resist let go of the hurt ok 然後其實這張牌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張牌這個 它講的是 golden palace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張牌 protecting treasures 然後這張牌跟我 我會覺得它是同樣的一個意思 對於我來講 它是相聯繫的 其實在這張牌裡面 剛剛我講了說 那個 呃 可能在選擇第一組的人 這個讓你 holding you back 就是剛剛我在第一個channel的信息裡面 有在講說 有個人可能不願意放你走 這個可能是那個傷你心的人 不管是以怎樣的方式 呃 就是在這個東西 可能你曾經的一個保護程序 是有一種被被破壞掉的感覺 被破壞掉的感覺 然後這個也是你自己 可能怎麼說 有點類似一種 心中的那個聖殿 然後被侵犯的一個一個狀態 然後你不知道說 要如何去去保護它 所以在這個裡面 有一種非常強烈的一個渴望說 我想要去呃 留住那個東西不放手 因為你不知道要如何去保 保留你僅有的一個一個尊嚴 或說僅有僅有的一些 一些你實在是不能夠失去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個是有點類似一個保衛戰的一個東西 然後當然在這個裡面 我看到一個 呃 我不知道為什麼那個能量會出現 在講說 不願意放手 那個就是被傷害的感覺 然後那個是有點 你沒有辦法 其實 我也在這個信息裡面 傳達的一個意思是 這個Golden Palace 這個以金子建造的宮殿 它其實是非常堅固的 它比你想像要堅固 但是其實因為可能一不小心 可能在你沒有防衛的情況下 可能有些事情突然事件的發生到 譬如說這個保護罩被被侵破了 然後你會發現你會 其實就是有點類似於說 你比你想像當中的要堅強和堅固的很多 但是因為這個 可能你看到這個外面的這一層 保護罩的感覺 它被侵破 它被 它被 就怎麼說外星人侵入的一個狀態 然後你會發現 哦 你不相信這個 Golden Palace 它是有能力說 抵 就是抵擋那些外界的一個侵擾的 所以導致於說你 沒有辦法 放掉那些hurt 相信自己說 I'm strong enough to go through with all the things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怎麼說 有點類似於說 你自己在抵抗的東西 有點類似於 甚至我會說 因為這張牌的意思在講說 你到底在抵抗什麼 我會覺得這個抵抗是說 你不願意相信說 你足夠堅強能夠去承擔這個一切 因為也許可能在過去的一些情況當中 你一直處於一個被保護的一個角色 或者說你一直處於一個 可能你不需要去站出來 Stand up for yourself的一個狀態 所以在這張牌裡面 他其實在講說 有些事情的發生是 push你去站出來 為你自己站出來 因為這個時候 只有你自己能夠保護你自己 而且你需要相信自己說 你是足夠強大和堅強去抵抗那個侵擾的 即便說OK 也許可能這個外在這個保護層已經不見了 但並不代表說你是可以被摧毀的 所以這個是這張 Golden Palace的這個意思 然後第四張牌是在講說 Unexpected help 然後這張牌非常有意思 講說是Dragon Lair 然後這張牌是正偉 在這邊 大家能夠看清楚這張牌 OK 然後這張牌 就好像我剛剛講說 這張牌裡面的 有一些可能過去或說即將有一些事情的發生 可能在跟某一個人的交互中 你會發現有一些重大的一個轉折點 可能突然的一些事情的發生 可能argument也好 他會給你一個push去做一些決定 就好像突然說OK這個保護罩被打破 或者說被奪走了的一個狀態 然後你會發現可能從外在的角度來看 可能是一個非常nective的一個事件 可能是一個負面的事件 但它其實代表著說 他終於把你推向一個說OK 我要去做決定了 我要去清理這件事情了 或者說我要去 怎麼說開始有一個覺醒的一個狀態 我不能以這樣的一個 以這樣的一個狀態去繼續我接下來一個 一個life cycle了 所以在這個牌裡面 我會覺得說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非常強大的一個push 讓你知道說 你其實是非常非常強大和堅固的 它是一個一個突然的事件 讓你發現說OK 我可以承受這樣的事情 然後我有更強大的一個靈魂成長的一個過程 這個聽起來非常的scary 但是其實我會講說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因為有的時候 當我們在一個安全和舒適的環境裡面 我們是沒有辦法去push自己往前走的 只有當一些可能聽起來很負面的事情 或者說分離也好 或者說有些東西丟失也好 那些loss才會讓你push你去改變 因為你知道你不想要待在那個狀態 你不想要再以這樣的方式生活下去了 那個才是一個真真真真讓你能夠成長和轉變的一個過程 另外在這張牌裡面我會覺得說 選擇第一組人你最近可能需要去 如果你相信指導靈或者說這些事情的話 甚至是指導動物 然後你可以去 因為我會覺得說在這個裡面Dragon的能量 就是龍的能量很強大 然後它可能在整個的事件裡面會幫助你去把事情往前推進 所以如果你相信這些事情的話 你可以去做一些search 然後去了解更深層次的關於Dragon的一些信息 OK 然後第四 第五張牌 然後這張牌講的是Action 然後在我的這邊它講的是Balancing Act 然後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個圖 Balancing Act 然後它在我抽牌的時候是一個逆位的一個狀態 然後我這邊Channel的信息在講說 Be cautious Remember to 我自己寫的字自己不太認識 OK Remember to response not react or it will be backfire Have no Have to stand up for someone OK 這個其實也是我剛剛講的關於Stand up這件事情 然後首先這個Balancing Act 它是在一個逆位的狀態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 然後這個人在小心翼翼的平衡各種各樣的情況 然後我會覺得說其實在現在的整個這個情況裡面可能會有一些 我會覺得說是一個對第一組的一個Warning 可能你已經進入到一個怎麼說可能會比較Argument 或者說跟同事 或者說不管是同事還是戀人還是家人 可能跟某一些人的一個狀態有一些火熱的一些情況的發生 然後這個 這樣牌的Action行動建議是在告訴你說你可能需要小心 然後如果你一直在打怎麼說打安全牌的話 然後可能這個會有就後院起火的一個狀態 所以在這個牌裡面其實在講說你需要開始有勇氣站出來 如果有些事情不公平 或者說如果有些事情超過了你的底線 如果有一些事情是 這是已經不可容忍的一個狀態的時候 你是需要站出來的 否則的話這個會讓你一直處於這個 這個凝造的一個狀態當中 所以我會因為其實在這張牌裡面 這個Dragon 你雖然大家聽起來好像這個這個Help好像不是很很好的狀態 但其實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狀態 因為有的時候當衝突出現的時候 你們才能夠知道問題在哪裡 你才能夠真真正正的找到自己的價值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說在整個的第一組牌裡面真的聽起來很scary 但是其實不是 我會覺得說是一個非常非常積極的牌 能夠讓你在一些突發事件的發生的時候 找到真真正正的找回自己 這個其實是比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更重要的一個東西 然後另外最後一張牌的Moonlight 然後我非常喜歡這張牌的一個能量的一個感覺 有點像一個小精靈 然後他最終的Destination 然後是有被提示到的一個感覺 然後上台我的channel message是講說 a new spiritual journey, healing journey, soul involvement 這個是一個非常我會覺得是一個非常高層次的一個卡 因為就像我剛剛講說可能也許在接下來你會有一些衝突的發生 或者說各種Drama已經發生了很長一段時間 只是到了最後的一個最後一根救命稻草的那種感覺 就是最後的一根就是點火線 然後引發所有的最終的一個衝突的一個狀態 這個衝突它不一定指跟另外一個人的衝突 有可能指你自己內在的一個衝突 因為可能過去發生的很多事情導致說其實你發現有些事情已經完全不再為你服務了 這個是另外一種可能性 所以它領向於你可能你尋求了很多的方式 你試過了很多的方式去找到自己的價值感 去能夠讓自己的生活更順暢一點 但你沒有發現一個合適的方法 就是另外一種可能 但在這個事情裡面這個Dragon's Light 這個Push 這個Push的這個Event 它讓你能夠知道說 因為類似Spiritual Awakening 就是你突然從靈魂層面醒悟上說 OK這個已經不再為我服務了 我可能需要有更深層層面的一些東西 可能跟指導靈相連也好 跟從另外可能跟靈性成長更相連的一些東西 跟這些Source更相連的一些東西 能夠讓你去在這個過程當中有更好的一個Achievement 因為我會覺得說這個是一個相當於說這個Push 能夠讓你去更深層次的往內走 更深層次的往你自己靈魂層面的一些大的一個 一個Picture去走 所以你才有講說OK 好像有一個隱形的翅膀開始慢慢的長出來 也許它還不夠成熟 但它已經是一個Sign 說OK 我開始醒過來說 這些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這些Drama都已經過去了 我需要有另外一個一個階層 能夠讓我去一個進步的一個狀態 OK 然後這個是關於第一組的新月的 當下宇宙給你的信息 我希望這些信息能夠給到你一些幫助 嗨 第二組的朋友 然後就像我剛剛 大家可以回過去聽第一組前面的一些部分 然後我希望說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這邊暫停 如果你選擇第二組的話 然後我想講說這邊是從 有一個排陣的位置的意思 然後這個是Past 然後這個是過去 然後是現在 然後這個是 你所抵抗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 Unexpected help 然後這個是 就是 就是 不期而至的一些幫助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 Action sorry 行動 然後最後這張牌是 可能的一個結果 對 然後這個是整個現在這個排位 排的位置的一個意思 然後大家可以在這邊暫停 然後去有你自己的一個解讀 在我開始解排之前 對 然後 然後 然後因為可能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鏡頭好像跟我的 想的方式有點 因為這個牌組裡面它也是有 逆味的一個意思 所以我也是會解讀 逆味的意思在這裡面 然後 跟以往不一樣的是 我今天是在 抽牌之前 做了一定的冥想 然後去Channel這些Message 然後給到大家 然後我今天會通過 讀這些ChannelMessage的一個意思 包括我會把它串起來 然後給到第二組 這個星月的一個信息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 關於 第二組的一個Channel的一個信息 然後我等一下會 拍照下來 然後 可能在評論裡面發給大家 然後我也希望 我鼓勵大家說去 在這個 視頻下面去 做自己的一個練習 因為我是希望說 阿Q的這個頻道 不僅僅是 OK我在做塔羅 做解牌的一個閱讀 因為每個人都有這樣的能力 去 去跟自己內在的答案相連的 所以我是希望說大家能夠 把這個變成自己的一個工具 然後去 去跟自己的內高我相連也好 跟自己的指導靈相連也好 你能夠有在 能夠以一個 是一個非常大的幫助 在你自己選擇 做人生抉擇 或者說人生方向的 選 的決定的時候 OK 然後這個是 第二組的牌 然後首先從第一張牌開始講起 然後這個是一個 逆偽的一個狀態 然後是講的是 關於過去的一個能量狀態 然後它的 它的下面的文字是 Rock bottom 也就是這樣講說已經 觸底了 這樣的一個 一個意思 然後我這邊的 關於這個 第二組的一個 channel的一個 Message是 The worst has already passed Crash Harsh The need haven't been met Someone If it falling 有時候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自己的channel的信息 到底是什麼 對 但這張牌的一個意思裡面是 我會覺得在這個裡面 有講到一個意思 講說 過去 不管 不管這個事情過去 發生了什麼時候 我能夠有感受到 是一些可能 甚至是一些 呃 人生的最低谷 這個不管是 感情也好 還是事業也好 我會覺得說 都有可能 不管選擇第二組 你是處於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可能你在 這個最黑暗的這個時刻 我覺得甚至有一些人 呃 這個裡面有些信息 是講的是Crash 可能是真的 這個可能只 符合一部分人 可能是 一些 意外的發生 真的是一些車禍 或者說一些 呃 導致於說 很多事情 徹底的轉變 或者說是一些 Accident 一些意外的發生 是一個非常非常 Harsh 的一個Energy 當然它不一定是符合所有人 也有人可能只是 僅僅是在 精神層面上 可能很多事情的一些 大轉折 或者說一些 一些轉變 導致於說可能 有些事情已經 沒有辦法 已經走向了一個死的胡同 它沒有辦法再繼續推進了 然後 另外一部分的一個能量 是在講說 呃 可能更多跟感情相關 可能你過去對某一些事情 或者說某一些東西 一些期待 或需求 沒有得到滿足 它已經到了一個 說OK 這個已經沒有辦法再改變 或者說 不可能 就是沒有再 沒有再有希望的一個 一個狀態 你已經覺得說OK 我不想要再堅持了 或者說我不想要再繼續下去了 這個已經到頭了 到了一個非常非常 end end的一個狀態 OK 然後這個是 第一張牌 過去的能量 然後現在的一個位置 然後這張牌講的是 Field of Dreams 然後這張牌裡面其實 呃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這張牌的一些信息 然後我會覺得它是一個非常 當你從一個 Rock Bottom Rising Up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能量是非常輕快的 然後它是一個非常 的一個Light 非常輕鬆的一個Energy 然後可以看到很多的天使 或說你說精靈也好 在這邊 呃 彈奏樂曲也好 享受這樣的一個 一個時光 其實我會覺得在這個裡面 它其實在講說 我們需要從現在的你其實已經從這個 Heaviness 已經開始慢慢的轉向Lightness 可能有些事情已經覺得說 我沒有辦法改變 我沒有辦法控制 但我只唯一能夠做的是 接受它 並且Let it go 所以在這張牌裡面 我會覺得說你可能已經 你現在已經從那個 Bottom的狀態裡面 調整出來 開始覺得說 OK我需要有更多Lightness在裡面 因為我已經不能夠承受那樣的沉重了 而且其實在這張牌裡面 我的channel的一些信息在講說 looking for inner peace and like-minded people to support your dream 所以其實 對其實在這張牌裡面可以看到 因為為什麼 我剛剛有點有點走神 對 但這張牌裡面的意思 我剛剛看到自己的channel的一些信息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體型 在講說looking for inner peace 就在講說其實 我們很多時候在遇到人生的低谷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被那些負面的情緒被 怎麼說吸著 就是有點類似於上癮的狀態 可能你會一直不停地陷入到那種 呃悲傷的情緒裡面 或者說一些負面的東西裡面 是因為好像它就是有點像一種吸鐵詞 好像某些事情發生 一個突然的一個loss 或者說一些 呃真的讓你覺得很非常painful的一個ending 在這裡面 非常痛苦的一個結束的時候 我們很不自主的會被那些負面的能量去吸引 因為那個能量是非常沉重的 有點好像類似於重力吸引的狀態 當一件事情非常非常沉重 它會不自主的把你吸進那個黑洞 所以你很難從那個狀態裡面去變得輕盈起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說當下在現在你的狀態裡面是 你會覺得當你遇到一個底端說 這個東西我已經不能再承受了 人自然而然的會想說 OK我想要從這個裡面抽離出來 我想要去找到一個內在的平衡狀態 而且我會覺得說 在這個裡面有一種自然的靈性的搜尋的一個狀態 是說 你想要找到一些人 他能夠跟你有 呃怎麼說 就是能夠跟你聊這些東西的 因為其實我會覺得說 當我 甚至是從另外一個程度來講說 我們現在的社會裡面 然後包括我們的文化裡面 我們的價值觀裡面 邏輯理性這些東西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然後可能有些事情 比如說在我們在處理 可能甚至這個bottom 也許指的是dark night of the soul 有些事情他沒有辦法以邏輯 或者說以 呃 平反表面的那些東西去解決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可能你正在尋找 或者說你已經找到 一些跟你like minded people 能夠跟你從靈魂層面上去討論說 為什麼過去這個黑暗的東西 會發生 他導致於可能很多一些 從科學層面上面 沒有辦法解釋的事情發生 那些折磨 那些可能黑暗的dark entity 可能附著在於你身上 導致於說 即便你再怎麼想要出來 也沒有辦法出來那個狀態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會覺得說 已經開始是一個上升的一個角度 他在慢慢找到那個內在的平和 而且也在慢慢吸引到說 可能一些跟你 能夠讓你理解 到底什麼事情發生在你的生命當中的這些人 去做一個連接和溝通 所以我會覺得說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能量 然後第三張牌 這個 resistance intention 然後這張牌裡面 intention這張牌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個 上面是一個貓頭鷹 然後下面是一個雞蛋的一個狀態 然後這張牌我會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然後因為其實在這張牌裡面 這個貓頭鷹叼著一根蒲公英 我會覺得是一個pure message 是一個非常純潔的一個信息 來自於宇宙或天使 whatever you want to call it 然後這張牌 我的channel message 我的指導靈給我的信息是 chew inner voice 然後再講說 the answer from your intuition not the answer from your ego clear your intention that's the blockage prevent you from the choose ok 然後在這張牌裡面講到的是你在抵抗的東西 然後我會覺得這張牌你抵抗的東西是關於你的ego mind 就是你的理性的 你的自我的一個大腦在做抵抗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會覺得說 在這個在你遇到這個 rock bottom的時候 你自然而然的 因為可能你已經尋找到很多的方式 理性的方式去看心理醫生也好 或者說去做各種各樣的一些 去找朋友聊天也好 然後怎麼樣各種各樣的一個方式 去從這個這個bottom裡面想要去逃出來 然後他自然當你嘗試過了很多種方式的時候 發現你沒有辦法從那個裡面跳出來 你自然而然的在尋找一個inner peace 在尋找一種靈性成長的一個方式 或者說靈性療法的一種方式 可能你在過去以你的自我的一個邏輯 或者說以你理性的一個大腦 沒有辦法接受的狀態 你突然好像發現有些東西打開了你的門 但是你的你還在抵抗這些 這些可能比如說 你已經開始不斷的看到一些巧合的東西發生 你已經不斷的在可能有一些 你沒有辦法去解釋的一些一些夢也好 一些夢境的東西也好 不斷的在提醒你某些信息 不斷的在提醒你說 OK我可能需要更open mind 去接受可能宇宙給你的信息 或者說去理解當下現在到底在發生什麼 是以怎樣的一個能量狀態在我的生命裡當中 我的生活cycle裡面在運作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reminder 你需要更 怎麼說 以一個open minded的一個狀態 去接受宇宙給你的信息 因為否則的話當你一直比如說 我們有的時候會有很多聲音在自己的腦海裡面 然後你需要開始去練習說 去理解說 哪一個聲音到底是真實的聲音 能夠跟你真正的相連的一個狀態 然後我最近在做一個練習 關於說跟自己的高我相連 然後以及 如何去辨別我自己的ego mind的一個狀態 其實我自己在問我的高我的時候 然後我想說到底怎麼樣區別說 你的ego mind跟你的一個高我 在你內在的一個inner voice 就內在的那個對話的時候 然後他其實給到我一個非常非常深的一個解釋 然後他講說 當你的高我在你的inner voice 真正的inner voice在跟你講話的時候 他其實是一種非常冷靜 是一個statement 是一個陳述的一個狀態 然後 但當你的ego在講話 或者說你的logical mind在講話的時候 他往往是一種非常分析的角度 或者說往往帶著一個問號 或者說是一種 就是會讓你 當他講完這句話 會給你帶來很多的恐懼 或者說很多一些焦慮 是讓你覺得不安定的感覺 因為他是 因為其實 有時候這個ego 它是一個恐懼 作為一個處理機制的 它會是一個保護機制 當你想要做某些決定的時候 當你想要去push某些事情的時候 你的ego是想要去分析 想要make sense 所以他其實會給你帶來 其實這個是一個區別 所以我希望在這個牌裡面 他可以給到你講說 那些你在抵抗的東西是 我會覺得是你的 有點類似於inner voice在打架 就是可能比如說 你可能想要去嘗試某一些 比如說靈性成長的東西 比如說reiki也好 比如說 可能各種各樣的一些 關於你可能認為是明信的這些東西 去給你一些 找到一些療癒的一些方式 去從這個bottom的狀態去 去rising up 然後 但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的邏輯的大腦 是一個 是你自己最大的一個敵人 所以在這個裡面說 我會覺得說 你開始需要去clear 就是 當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把那些期待放掉 只是去嘗試 因為你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在講說clear 一個intention 當你去做某件事情 去嘗試某件事情的時候 嘗試著去聆聽你自己 真正內在的聲音 去嘗試去shut up your ego mind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信息 然後第四張牌是education 然後這張牌是一個逆偽的狀態 然後我這邊這個channel message 在講說the normal way may not help you help you again and spiritual assessment open-minded be careful about sign around you 然後在這張牌 這個education 作為一個逆偽的一個狀態 講的是unexpected help 然後所以在這個裡面 其實就剛剛其實跟這個intention 張牌是很相似 其實宇宙已經開始給你不斷的傳達一些信息 或說安排一些人在你的生活當中 讓你去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你偶爾聽到你的朋友 講ok我去嘗試reiki 或者說我去做一些spiritual release therapy 或者各種各樣的一個healing modality 就是各種各樣的一些療癒的一些方式 可能在你過去理性層面上 甚至是比如說催眠或者說之類的這些東西 可能在你腦海裡邏輯或者說理性腦海裡面 認為這個只是迷信 認為這個只是你的imagination 但是有的時候我們偶爾忽略了自己的一個大腦的一個能力 然後以及你額外這個consciousness 到底是怎樣一個運作的 我們總以為我們自己know everything 但是其實我們在這個世界裡面know very little 所以在這張牌裡面 這個help我會講說是一個 就好像講說可能跟你平時所期待的想像當中那種 比如說當你可能有一些情緒的問題 或者說mental health issues 我們就應該去找心理醫生 我們就應該去吃藥 這種常規的方式 因為在這個裡面我會覺得說 這個常規的方式已經沒有辦法從 把你從這個rock bottom裡面給拯救出來了 所以你需要去嘗試一些不一樣的方式 但在這個嘗試的過程當中 這個help能進來是完全取決於說 你是不是open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可以抱著一個懷疑 或者說questioning的態度去嘗試新的事情 但是你需要在這個懷疑的背後去有一個good intention 我只是希望說這個能夠幫助我的這個情況 這個能夠讓我有所好轉 至於它能夠給我帶來怎樣的一個結果 不是我所期待的 你可以去懷疑 因為我會覺得說懷疑是一種天性 然後它是一種本能 正是因為有一些懷疑 我會覺得事情才會有所進步 但是你需要更敞開的去接受說 你自己的身體是如何感覺的 你自己的直覺到底是如何感覺這件事情 或說這些東西 它是不是真的能夠對你有幫助 其實有的時候 我們去網內找答案的時候 才會發現其實很多的東西 已經在你的內在當中了 然後第三張牌 這張牌 第五張牌講的是你的action 然後這個magic stream 就好像我會覺得說很多第二組的人 可能根本不相信magic 但我會講說這張牌其實在告訴你說 你自己就是一個magic channel 所以在這張牌裡面其實我的 我覺得channel message在講說 Soul searching flow Slow practice with your intuition Learn how to trust your inner voice 對 OK 這三盤講的是同樣一個意思 這個action在講說你需要去練習的 首先練習敞開你自己 去接受宇宙給你的信息 然後我會覺得說 OK你可以把你的邏輯的大腦 或者說skeptical這個大腦 帶進去你的所有的經歷當中 但是你需要抱著一個敞開的態度說 I know nothing 就是我們在這個宇宙當中 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渺小的一個狀態 但當你開始說surender 你對很多事情沒有那個control 你沒有辦法控制很多的事情 我讓老天交 我交給老天去告訴 給我一些指示說 OK接下來我應該去往哪裡走 因為有的時候甚至說 你可以去利用你自己的身體 你自己的身體能夠感覺說 這個到底是對還是錯的決定 所以其實但只是很多時候 我們往往去往外去找答案 或者說往外去找建議 去忽略了說其實最可靠的那個答案 是在你自己的內心裡面 或者說你的intuition直覺力裡面也好 就是不管你怎樣去定義它 它是其實需要去往內連接的 所以在這個magic stream裡面是在講說 你其實本身是一個天然的channeler 只是你不敢相信你自己的一個直覺能力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actions在告訴你說 如果你有辦法的話去嘗試 不管說冥想也好 或者說reiki也好 或者說任何的各種 現在網上有很多很多的資源 你可以去做自己的一個練習 甚至是說你可能每天去練習 就是怎麼說抽卡神域卡或者塔羅牌也好 你每天去練習去接收信息 你可以就是我會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練習 包括我現在自己也在去強化這樣的一個連接能力 就是你當你比如說你有塔羅牌或神域卡 你抽一張牌出來就是只是給今天 你的今天 然後你不去看它的牌面到底是什麼 然後把你的雙手放上去 或whatever你想要怎麼樣做都好 你自己去感知張牌的能量到底是什麼 它能夠給你的圖像是 呈現在你腦海裡的圖像到底是什麼 然後它是什麼樣的一個顏色 然後它給你帶來你帶給你想怎麼樣的感覺 或說有怎麼樣的一些random的一些信息 出現在這個這個卡裡面 然後你再去對照 它原本知道說裡面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有的時候不是對與錯 就是其實你直覺感知的信息 沒有一個對錯 如果它你感知的信息跟這個卡的信息完全不一樣 你就是一個非常poor的channel 不是這個樣子的 而是說它一定有一些作用在這個信息裡面 它可能跟你的這一天 或者說跟你的這些事情是相關聯的 當你開始做這樣的一個紀錄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OK其實很多事情它都是有跡可循的 它都在不斷的給你一些提示 當你開始做這樣的一個練習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有的時候我不需要去找塔羅斯了 我不需要去再來聽阿Q的視頻了 你自己可以在不斷的練習的過程當中 知道說我內在的答案到底是什麼 知道說接下來這個事情 我應該要往怎麼樣的一個方向去走 OK 然後這個是額外的一個建議 然後最後一張牌 come together 然後它是一個逆文的一個狀態 然後在這張牌裡面 我的一個channel的一個message是 physical separation,relocation,change environment,retreat OK 然後在這張牌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可能很多人在這個rock bottom的這個關係裡面 是跟relationship相關的 所以可能在這個裡面 已經到了一個死活的狀態的時候 自然而然這個結局是需要說 我們需要去分離 但我希望大家很多時候我們會 去griefing 在一些悲傷的一些過程當中 是因為說我們好像覺得說 物理上的分離 實際上的地理上的分離 或者說一段關係的破裂 好像就永遠結束了 但是我想跟你講說 如果你從靈魂層面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沒有一個分離的狀態 就是我們永遠在靈魂層面是相連結的 我們會有一個soul group 這個人出現在你的生命裡面 他是有一定的原因 也許他不一定處於你的soul group 但是如果你們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深層 自相連結的話 他一定還會在連結 或是他一直都是在連結著的 只是說 這個物理上的分離是在告訴你說 你需要pay attention 這個裡面有一些 你沒有解決的課程是需要去解決的 也許是依賴也好 也許是怎麼說 你自己的獨立性也好 也許是可能一些邊界的建立也好 種種種種 你需要感知那個痛苦 你才能夠意識到說 我有一些內在的問題 是需要去慢慢去修復和療癒的 然後當然你需要以一種 更平和的狀態去 去做這個療癒的過程 因為只有你自己 能夠完成這個療癒的進程 因為我每個人都是完整的 其實每一段關係 或者說每一個 我們在這個地球上的體驗 都是為了完整你自己 他不是去為了找到另一半 或是另外一個目標 我們每一個人在這個地球上面 都有自己的一個purpose 但在這個過程當中 在這個階段裡面 我會覺得更多的是 我們需要這樣的一個separation 才能夠更深層次的理解說 我作為一個完整的自己 到底接下來我的療癒的進程 我的靈魂成長的過程 到底應該要做什麼 然後另外在有一部分人裡面 這個裡面有可能其中是在講說 需要relocation 可能去搬家也好 或換城市也好 因為你可能需要從你當下 現在的這個環境裡面 抽離出來 你才能夠真真正正的找到 跟你怎麼說 同類型的人 like-minded people 你能夠跟他們有所交流 你才能夠幫助你在靈性成長的過程當中 以一種更smooth 就是流暢的方式去進行 然後包括這個 我會覺得說 也許需要你也需要去跟你自己的retreat 也是在講說 你需要跟你可能現在曾經已有的環境 或是說已知的 已經可能跟你靈性成長的腳步已經完全不符合 那些人需要做一些disconnection 因為當下這個 這個種子還是一個非常 一個發芽的一個階段 它需要一定的時間去recharge 然後去補充養分 能夠讓它生根發芽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是需要 是在講說 是需要去做一些change 然後去從這個 去幫助這個rising up的過程 從這個rock bottom OK 然後這個是選擇第二組的人 然後希望這個信息能夠幫助到你 OK 然後接下來是第三組 選擇這一塊 Obsalien的朋友 然後大家可以回過頭去聽第一組和第二組 或再講說每個牌組的一個意思 然後位置 然後我希望說大家在選擇不同牌組裡面可以去自我練習 說當你看到這部牌組 你自己給自己的一個信息 然後首先這個 今天這個牌整每一個位置是有它的意思的 然後這個位置講的是過去的信息 然後這個是現在 然後這個是 你的 你所抵抗 你不只 潛意識裡面抵抗的一些東西 然後第三個牌講的是 就是在無預料的一些幫助 然後第五張牌是講的 action 就是你的行動 然後最後一張牌講的是 關於可能的一個結果 這個是當下選擇三組人的一個心願的一個 當下宇宙給你的信息 然後大家可以在這邊暫停 然後去做自己的一個解讀 然後我希望大家可以去在這個裡面做一些留言 就像我一直在講 在今天整個的視頻裡面都在講說 我希望大家能夠學會去練習說 能夠尋找到自己內自來的答案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一個練習 當然我在第二組裡面剛剛有提到說 那個練習的過程 然後我就不在這邊多講 大家可以回過去去聽第二組也可以 ok 然後 而且我剛剛講說 在前言裡面講到過 我今天是通過channel message的一個狀態 我在冥想的過程當中 先channel掉整個的一些信息 然後 我在這邊做統一的一個 summary和解答 然後第一張牌 sat embrace 然後這張牌是過去的能量的一個狀態 然後大家看到這張牌是一個非常非常sat的一張牌 非常的blue 然後 這個 這個帶著翅膀的這個女生 然後她是 就是緊抱著自己的雙腿 然後我就在griefing 在背上的一個狀態 然後因為在這張牌裡面 我的channel的一些信息 是在講的說 griefing 可能在選擇第三組人裡面 在過去 也許可能 不是最近的過去 可能已經過去了一段時間 嗯 是一個sudden loss 就是突然的失去掉某一個人 可能 呃 家人 ok 剛剛 是 camera一些問題 然後剛剛在講說 在這張牌裡面是 在 選擇第三組人裡面 可能過去 有一些突發事件發生 可能 親人去世也好 或者說 也許不是實際上的一些失去 可能 是一個非常非常 呃 怎麼說 可能是long term relationship 的一個分離也好 當然 不一定是 這些情況 就是符合到 一部分的人 這個會讓你感受到一個突然的一個 失去的一個狀態的 這樣的一個感覺 但是好的情況說 我會覺得說 在這個裡面 他講的是sad embrace 就是我會覺得說 可能 你已經在那個悲傷的感覺當中 沉浸了一段時間 那個能量其實在慢慢的釋放的過程當中 所以其實你已經從一個 可能一開始不能接受 不能理解 到慢慢的開始擁抱這個失去的一個狀態 雖然他 呃 可能那種悲傷的狀態 還沒有慢慢的完全的 清楚掉的一個狀態 但他已經到了一個可以接受的一個 程度 然後你開始慢慢的擁抱這樣的一個失去 然後所以這個其實是已經開始到了一個 接受的程度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說 當這個 這是唯一一張逆尾的牌 講的是slow and steady 然後 所以我會覺得你看到這個spiral 因為在你的牌裡面有 其實還蠻多spiral對我來講 這個也是一個三個spiral 最後一張牌 在這個裡面 然後這個裡面有個陰陽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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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 然後這個裡面也是有一點類似於這個pads 對我來講也是一個 Rising up spiral的一個狀態 然後所以在這個spiral裡面 這個是一個 嗯 Slow and steady 然後它是一個逆尾狀態 對我來講這個 它其實是在講說 當你進入到一個接受的程度的時候 因為很多時候當很多我們生命當中的一些事情的發生 我們往往從一些最開始的不能夠接受 然後你可能有憤怒的情緒 你可能開始有悲傷的情緒 然後沒有辦法去接受這個事情的發生 當這個能量到一定的程度 你發現自己累了 然後你發現自己對很多事情沒有control的時候 然後它自然會到一個接受的程度 當你完成這個接受這個階段的時候 然後它其實是會到一個加速你進 就是成長的一個過程到 OK我最終能夠釋放掉說 所有在這個背後的一些情緒 能夠理解說 OK這個背後裡面是有一些原因發生 他有一些課程想要教會我 然後其實在這個裡面 我額外的一些事情想要講到是 就是在我最近讀到一本書裡面在講說 當你有親人過世的時候 如果從靈魂角度來講的話 其實所有的靈魂在離開這個 你的人類的這個身體的時候 他們都是會回來去安慰那些 就是還在就是處於悲傷 就是親人也好朋友也好愛人也好 他們是會回來安慰這些人的 還愛著他們的這些人的 但只是有的人很容易去接受他們還存在這些信息 有的人是很難 就好像我在上一次的那個視頻裡面 推薦的那本書 包括我很巧合的在這邊的圖書館裡面 找到了一本一模一樣的標題 但不同的作者 但講了一個同樣結論的一個書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牌面裡面會看到 他只是有一種就是可能這個已經離開的人 他不管是 也許有的人他可能還在這個世界上 可能只是比如說 你們有很深層次的一個靈魂連結 你們出於一定的原因不得不分開 但從心電感應的角度來講 他們是一直存在的 他們的靈魂是回來回來安慰你說 OK這個事情是發生有一定的原因 他希望你能夠有一定的感悟 所以這個對我來講也是在講說 是一個可能那種離開的那個人 不管是 甚至我會覺得說這個事情可能已經發生很早以前了 但突然這些狀態突然又回來 我會覺得他是有一些信息傳達給你 因為我會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終於到了一個可以接受 這個事情按照他自然而然發生的一個狀態 不再去抵抗這件事情的一個結果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Slow and Steady變成一個逆味 也在講說其實是一個Rapid的一個成長 當你能夠接受某一些事情的發生的時候 不再去抵抗 不再去質疑 不再去反抗說為什麼 不再去有更多的憎恨 或者說期待事情會發生不一樣 不再覺得說OK這些事情不公平 種種種種 然後他其實變成一個非常快速的一個 一個spiral的一個上升的一個狀態 所以在 帳牌裡面 對然後帳牌裡面我channel的一個message 講到是Rapid growth Ascending big picture from soul level 所以其實當你能夠理解從一個靈魂層次的角度來理解這件事情的時候 理解這個失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你已經站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待這所有的事情 然後其實今天整整體的三組牌都在講靈魂層面的一個成長 但我會覺得更多的是這個裡面 在第三組的這個階段裡面其實是已經是level up 可能更進一步已經到了一個acceptance的這樣的一個階段 然後第三張牌resistance comming apart 就好像我剛剛講說這個是你所抵抗的東西 就在過去的可能這個事情已經發生了一段時間 或者說是最近發生的事情 然後你一直在抵抗這個事實說 在物理層面上距離上的分離 導致於說falling apart 導致於說你會覺得heartbroken 或者說覺得為什麼這個事情要這麼殘忍的發生在這個裡面 但是我會覺得說這個physical separation它有自己的一個含義 當然我會覺得在這個裡面 呃大家都知道我是在做twin flying的這樣的一個視頻的一個youtuber 所以我會知道說在這個裡面其實是有一定的twin flying的一個消息 所以在這個裡面我會覺得說 當這個falling apart這樣排 coming apart 這樣排大家可以仔細的看一下這張圖 雖然從可能從physical從物理層面上 這個是一個分開的一個圖騰 是完全背對著背的一個狀態 但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愛心的這個光這個light 它其實是連接起來的 這是為什麼大家想說其實在能量層面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我們是一直相連的狀態 很多時候我們會 因為這個是一個 因為我覺得在我們現在地球上面這樣的一個經驗是 我們只有摸得著看得見的東西才是真的 那往往你自己感覺的東西 或者說心電感應的東西 你會覺得那個只是一個童話 那個只是一個不可相信的東西 但為什麼所有東西一定要是可摸得到的 看得見的才是真實的呢 所以其實在這張牌裡面在講說 你可能需要去接受這個separation 它不是真真正正永遠的separation 它只是一個甚至有點說是一個illusion 是一個幻覺的東西 當你能夠從這個更高層面去看待 不管是twin flame的連接也好 還是跟過世的親人也好 或說失去的這個這個人也好 其實不管怎麼樣 如果你們是處於一個soul group 或從更大的角度來講 我們所有的靈魂都是相連的 我們都是來源於同樣的一個source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separation它只是一個幻想 所以當你能夠理解這樣的過程當中說 你能夠更加快這個acceptance 這個接受的過程當中去理解 在這個分離的背後的原因 為什麼在這一世當中 你們需要這樣的分離 它能夠讓你明白什麼樣的道理 這個是你需要去放手的resistance 這樣你才能夠接受到更多的信息說 能夠讓你理解在這一世的一個使命 或是在這一世的一個進程 然後第四張牌是follow the leader 然後這張牌講的是一個unexpected help 然後在這張牌裡面 我其實能夠看到的一個channel的一個message 講的是teacher,leader and show you the way 然後甚至另外一個含義講的是nature 然後所以在這個裡面我會覺得說 很大的一個信息是可能在接下來的這個過程當中 會有一些在你身邊當中比較重要的一些老師 不管是靈性成長的老師也好 或者說甚至可能只是你身邊的當中一些比較智慧的一些人 他們給你或者說甚至是一些書籍 給你到一些領悟和體會說 OK我其實需要從這個怎麼說 那個依賴於這個物理層面上的一個連結 然後去上升到一個更高層次的一個靈魂層次的一個理解 然後所以在這個裡面我會講說 這個follow the leader,這個help 是你需要開始慢慢的去體會的 去甚至說可能你可以去甚至是尋找這樣的一個 一個leader的一個狀態 不能說leader吧 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他已經經歷過這樣的一個狀態 他們知道怎麼樣去處理 或者說有一些經驗可以分享給你 他能夠讓你有更大的一個寬慰 或者說有一種更大的胸懷去 理解當下現在所有發生的事情 就好像其實我一直在所有的頻道裡面在講說 所有的失去都是一種獲得 但你必須要承認的事情是 作為人類去面對各種各樣的失去 尤其是那種讓你覺得從靈魂層次 心靈層次的連結上面非常重大的一個失去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難去處理 或去接受這樣物理上的分離的 這個是你必須要承認的一點 是非常非常難的 但正是因為難才是你有機會去從這個裡面去成長和學習的東西 如果當事情變得很容易 然後這個連結沒有那麼深層次的話 他不會給你一個wake up call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信息 然後follow the leader 帳牌另外的一個含義在講說nature 然後所以我會覺得說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也是需要說你可能需要去跟大自然相連 我會覺得甚至不是說去尋找一些智慧 而是在說當你把自己呃 沉浸在一個廣大的環境當中 你會發現自己的渺小 你會發現說其實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一個這個大自然的一部分 然後這個關於靈性的理解 然後可能會有更深層次的一個領物 然後他會加速你的這個這個spiritual的一個進程 然後第五張牌 Talesman 然後這個是一個我最開始非常struggle的一張牌 當我去在channel信息的時候 然後這張牌裡面講到這個channel的信息裡面講到說 所以其實在這張牌裡面 我後來去看了一下他原本的意思 然後其實跟我channel的信息稍微有一些出入 但我後來能夠理解說為什麼會這樣的一個東西 因為在這個Talesman的張牌裡面 他是講的action 所以他講說其實你已經有所有的智慧說 能夠去辨別你前方這條路上面的哪一些是一些陷阱 哪一些不是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我會覺得說 其實在選擇第三組人裡面 你可能在靈性成長的一個進程當中 已經處於一個相對而言更進階的一個程度 因為你已經到了一個接受的一個階段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在講說 當你能夠很真實的面對你自己的時候 你才能夠去理清楚哪些東西是真的為你服務的 哪些東西已經不再為你服務了 可能就好像比如說我們在失去某一個人的時候 對那個我們承認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講打擊很大 他很受傷 他是一個非常悲傷的過程 但是我們需要知道說這個 當你能夠理解說 如果你的悲傷只是因為說一種自私的一種狀態 不想要放對方走 但是因為其實當你 我去推薦那本書是在講說 當靈魂就是可能離開你的肉體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回歸到一個更和平更開心的地方 我們好像會有很多的在宗教裡面 或其他裡面會有一些概念說 我們會有天堂和地獄的一個狀態 我們會有各種各樣的punishment 但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其實是回歸到一個更平和更快樂的地方 就是當我們結束這個人類的這個旅程 可能進入到一個更高層次 或者說更平和快樂的地方 為什麼作為一個可能 依然還留在這個世界上的人 會不想要讓他們去到一個更快樂的地方呢 那個是不是更偉大的一個愛呢 所以這個是只是一個問題 當然大家可以撇開這些去 因為誰也不知道這個東西到底是不是真實的 這個書裡面這個關於催眠療法的一個經驗案例的總結 到底是不是真實的 但是我會覺得說 這個其實是可以給你提供一個另外的一個角度 去看待世界的一個方法 能夠去看待你自己生活當中的一個起起伏伏 所以在這個Talesman裡面在講說 其實你是有那個慧眼去看得清楚 哪一些是讓你沉浸在那樣的過程當中無法去成長 或者說讓你更衣著於你當下現在這個肉體裡面的所有的經驗 而無法去完成靈魂的課程 OK 所以這個Action是在講說 你需要有點類似於說擦亮你的雙眼 你所有的智慧都在你自己的內在裡面 就看你願不願意去使用它 然後最後一張牌是講的是 Probable Destination 也就是可能的一個結果和目的地 然後講的是Wizard of Awareness 然後這張牌也是在講說 其實當你能夠完成這個 就是當你能夠站在一個更高層次的一個角度來理解你現在所發生的事情 包括這個 Sudden Loss 或是它可能發生了很久很久以前 然後你突然在最近有一些 Epiphany有些領悟的時候 它這個是會給你一些 能夠更加確定你自己的Inner Knowing 知道這些很多事情 你不需要再去向別人證明 你知道你就是有非常強的直覺能力 知道說這個就是存在的 或者說比如說這個 已經前往靈性世界的那個人 那些人 他們是依然存在的 這個沒有更 沒有一個所謂的separation 這樣的一個概念存在 第三組排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坎坷 然後講到最後一張牌 就可能的結果 這其實是一個總而言之 最後的結果是在講說 在選擇第三組人裡面 當你經歷過這樣的一個進程之後 你會變得更加的指揮 然後甚至說你可能會成為一個 可以去分享一些經理的人 給到大家能夠給你身邊的人 一些幫助和啟發 甚至說你也會吸引到更多的 可能這樣有智慧的人 能夠一個從靈性層面的角度來講 能夠幫助你更好的一個 做靈魂成長的一個進程的一個角色 OK 然後這個是選擇第三組的人 然後希望今天直覺星星能夠給到你一些幫助 謝謝大家 謝謝 julia 謝謝 Sound